那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开放资料的载入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范例先关掉 这个范例应该是 因为我会希望到时候把这些成品全部都给各位 这应该是叫做多档会入练习 好就直接关掉了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就是说 疾管局他有提供开放资料 他开放资料网址在这边 data.cbc.gov.tw 还蛮好记得疾管局 就是data data.cbc.gov.tw 然后接下来呢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历年登革热病例数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你看这边他是不是写2016年到2017年下降87.75% 有看到这个数值 可是应该是2016年的1月到5月 来去做比较 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点一下这个资料 资料 然后接下来看你是要下载哪一种资料 所以在这边是不是有CSV 还有JSON JSON 这两种格式 这两种格式 这是不是都是登革热资料 所以说滑鼠右键 我们可以 另存复制连接 这边这边 有一个下载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滑鼠右键 有一个叫做复制连接网址 复制连接网址之后 复制连接网址之后 我们打开我们的Power BI 接下来我是不是希望直接把 刚刚网路上的Open Data 直接抓进来 好怎么抓 这边有一个取得资料 更多 更多 或者是点选这个Web 直接贴上 直接贴上 刚刚复制的就是这个 data.cpc.gov.tw 最后一定是一个什么点 CSV 好直接点选确定 然后接下来 点选连接 用匿名的方式去连接 用匿名的方式去连接 这个下转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点选什么 取得资料Web 帖上 CSV 然后点选确定 那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一些乱码 乱码 因为我们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版本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版本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中文 我们所使用的中文是属于 版体中文 BIG5 这种档案格式 可是你应该知道 网路上我们使用的是什么 UTF-8 还有一种是什么 还有一种是什么 像 ASCII code unicode 所以我们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我们的 繁体中文 繁体中文 在这边 我们原本是使用这个950 看我们改一下 改成 有一个繁体中文UTF unicode 再往上 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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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在这 65001 那个 unicode 这个 UTF-8 这个是网页的一个编码方式 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这边就会 他去做一个改变 就变成我们看得懂的这些字了 好 然后就直接点选 再入 好 因为他是使用CSV 所以分个幅度化这没有问题 然后他在这个地方 他只是预览 让你看一下 看200个列 200个列 好 重点是这个地方 一定要改 改成什么 unicode unicode UTF-8 好 点选再入 好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栏位资料 全部都在这里面了 重点是你要先到网路上找到这个下载 当网址是data.cdc.gov.pw下载 然后下载滑鼠右键复制连接网址 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记得做什么事 再转换过程 要转成unicode 来请你们动手做这件事 谢谢